中文字幕——YK 食谱拥有600年历史 是中国四大渔港 被称为活的古镇 历史悠久的渔文化 金戈铁马的海房文化 还有那宏集意识的渔商文化 这三种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 形成了现在的食谱古城 这是渔港古城的美丽所在 宁波呢有句老话叫做 从鲜货到嘴里的佳肴 只是一个菜市场里的事情 这里有中国顶级海鲜最初的原型 宝贝 脑货多少钱啊 4块 4块 4块2块2块 1块2块 这个货是这样的吧 1块 你可以吃一个小章鱼呢 我们本地人叫做旺巢 香山梭子虾残脑多少钱啊 每个宁波人都必须的专属技能 那就是选海鲜 谢谢 三好人可以给啊 完成海鲜大采购 现在拿去加工 我们呢有口福了 老板帮我们加工一下 两条红香 宁波菜在烹制上以炒炸蒸等技法建成 讲究嫩软滑 用最新鲜的食材和最地道的烹饪 保持原汁原味 以咸脱鲜 口味多变而不是鲜甜 在宁波呢 这种馆子的当日食材 从来都不是固定的 基本都是有什么做什么 所以呢 为了保持这个食材的新鲜度呢 宁波菜的烹饪方法 首要就是清蒸或者水煮 所以宁波菜尊重食材 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清蒸双子线到了 哇菜终于上齐了 海鲜大菜开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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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人 舍得 和气 共赢 低调 敢尝试的生意经 都暗藏在这每一家普通餐厅和每一道菜里面 正如同石铺古镇六百年文化历史至今 从渔民生活已逐渐转向文旅生活 他们从大海的波涛中走出 带着丰富的渔业文化 呈现出了另一种生活 有人说在宁波的每家餐厅里都有一片海洋 布置在港口 城市中心依然拥有非常丰富的体验 在2023年 宁波文旅局通过了 饿勒马和高德地图用户消费数据 美食媒体推荐 市民专家推荐 共同评定 确认推出了 2023宁波消费地图 十大海鲜打卡点 布置是中国第一 亦是世界第一的 就是宁波海鲜 这是著名作家韩良璐女士 对宁波菜的评价 我们欢迎您来到这里体悟 这个世界第一